代照泡疹 代照泡疹它是由水痘和代状泡疹病毒 引起的内疾到皮肤和神经的疾病 水痘它是由呼吸道消化道进入 最后再搏散到全身皮肤粘没 就是病毒感染初次发病 它主要累积儿童 但是有些感染以后 这病毒它就潜伏到咱们神经的后根结 它可能就一生不发病 就一直潜伏下去 但是当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潜伏到神经后根结的病毒 它又活跃 这个时候它就沿着神经 到达它相应的皮肤 所以内疾的皮肤起水泡 神经呢 就疼痛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神经走向 泡疹它是起水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的临床表现和它的严重程度 以及它受累的神经有明显的关系 如果是病毒 这个活跃程度不大 那么它的症状就比较轻 这个时候水泡 它就不是那么重 有的甚至没有水泡 所以我们叫没有泡疹的带状泡疹 这个时候临床就很难诊断 这个就要靠精炼 还有靠它的其它的相应的一些病史去检测 但比方说它分布的部位不一样 它的表现也不一样 比方说三杂神经的眼脂 它除了引起前额皮肤的水泡 它还可以内积到脊膜 如果内积到面神经 它可以引起耳痛 还可以引起面瘫 还可以引起眼睛闭不了 就引起运动神经的审慨 看起来像面瘫一样 但实际上它是带状泡疹的一种表现 它如果内积到肢体 那么比较明显的就是成带状 但是它相应的部位 可能腹部 外生之气 它的表现又不一样 所以说根据它的相应部位的神经走向 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典型的带状泡疹 这个临床上是比较容易判断 但是不典型的 我们叫不全型的带状泡疹 就是容易跟其他的病相混淆 比方说在头部的 面部的 往往可能引起是不是脑出血压 引起其他眼睛相关的病变 还有胸前的疼痛 如果没有泡会去考虑是关心病 如果是下腹部的又下腹 疼痛还没有起泡 因为他往往是先疼痛后起泡 那个时候可能会考虑是难为炎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误诊 所以早一点到医院看 然后来比较完整的提供病史 有时候在医生不能马上确定诊断的情况下 要做些观察 看病变的发展过程 可能最终能够确定诊断 带状泡疹的发病 它本身并不是传染的 水痘带状泡疹病毒 在你小时候感染水痘的时候 或者是隐性感染的时候 就已经潜伏着你的神经后根基 它发不发病 主要取决于你机体的免疫状态 如果你劳累 喝酒 休息不好 其他的感冒 或者是比方说爱滋病病人 免疫力下降 这些就会诱发你的病毒活跃 在这个基础上发病 所以说我们一般你发了泡疹的时候 来看病的时候 你说你是怎么传染的 这个时候不是你传染的 是你体内的火山爆发 或者是被什么诱因诱发了地震 你这样去理解就知道了 但是你发了泡疹以后 你的水泡里面有病毒 这个时候如果跟其他人接触 特别是跟家里面的小孩 水泡里的病毒 在空气或者接触的小孩 可以让他感染水痘 他并不是感染带状泡疹 那么小孩感染水痘以后 他又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在他的体内潜伏到病毒 以后可能会发生带状泡疹 带状泡疹在发作的时候 往往有些前驱症状 比方说疲劳 休息不好 还有的躯体本身有什么病变 比方说用急速 或者是有些病人就是HIV感染 艾滋病病人 他的免疫力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诱发带状泡疹 发病 当然也有单纯的就是老年 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的免疫力自然就下降 所以说带状泡疹往往是老年人多见 年轻人发病的话往往更明显的是诱因 老年人他本身随着年龄增大也会发病 往往是全身不舒服 但是说不出来有什么表现 但是他某一个局部的皮肤感觉异常 可能是痒 也可能是痛 也可能是局部发热 但是逐渐的在几天之内就会出现 先是秋诊 然后很快的变成水泡 有些严重的可以出现血泡 而且甚至是大泡 这样他就会到医院来就诊 所以早期他往往不知道 在水泡出现以前 不知道到哪个磕 因为疼痛他可能去疼痛哭 因为不同的部位 他可能到不同部位相对应的哭 比方说在胸前区 他会到心脏哭 会不会是关系病发作 是右下腹他会去土外哭 会不会是蓝尾炎发作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水泡出现了 如果有经验的医生 他就会想你先去看皮肤哭 那么皮肤一看 就会知道你这个是带状泡疹的表现 带状泡疹在确定诊断以前 是很困惑的 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疾病的认识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知道到哪里看 所以你出现症状 应该首先到一个普通的医院 或者是普通的医生看 如果有水泡 当然首先要到皮肤看 有些人觉得好像我带状泡疹 脱一下也能好 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尽快的治疗 为什么病毒的复制是在它的早期 这个时候用抗病毒治疗干预 就能阻止它的复制 但如果是病毒已经复制 已经引起很严重的神经痛水泡 这个时候治疗的难度就更大 病人的痛苦也会更大 它如果把神经已经破坏得很严重 哪怕以后水泡好了 但是它的神经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我们叫带状泡疹 后移神经痛 这个时候病人的生活质量是严重下降的 不能休息 而且除了患者本人痛苦大 全家都会跟着痛苦 因为你家里有一个老人 有一个病人在疼痛 每天都在叫 你全家人不可能很好的这种生活下去 所以说我们建议 带状泡疹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然后皮肤科医生给你最好的抗病毒的药物资料 然后让这个病程尽快的缩短 症状尽快的减轻 而且减少它出现后移神经痛的机会 这样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要去拖 因为拖到后面 你想治的时候再来治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带状泡疹 它如果有水泡 而且沿着神经带状分布 这种是容易诊断的 最容易混淆的就是它没有起泡的这种情况下 跟很多的疼痛性的病容易混淆 那如果起泡 它可能跟另外一个起泡的病 叫单纯泡疹 可能会混淆 但是它实际上两个是有特点的 单纯泡疹它主要发生在皮肤粘末交界处 而且单纯泡疹的特点 它是容易反复发作 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的 如果在口腔周围的口村周围的我们所谓的上火了 但实际上它是单纯泡疹病毒 它是反复出现 一个月出现一次 或者一次几天又会好 那一般病人他不会太重视 但是带状泡疹 它一般是出发 反复发作的很少 除非是免疫力特别下降的 比方艾滋病病人 它可能会复发 一般的病人 医生当中只发一次 所以这种情况下 鉴别的除了跟单纯泡疹鉴别 其他的就是跟疼痛相关的病鉴别 还有就是有些有泡 但是它没有疼痛 那就跟其他的过散性的泡病鉴别 在这个临床上 医生一看都会知道的 带状泡疹 我们知道它是由水痘带状泡疹病毒引起的 所以说我们治疗的原则 首先是抗病毒 我们要用跟带状泡疹病毒结构 里面低温合成的结构 像类似的药物来治疗 这样就可以中断病毒的复制 我们常用的是阿希洛维这一类的药物 当然有不断的更新的药 有法希洛维 有外用的有根希洛维 喷希洛维 这些络维类的药物 当然还有其他的黑肝类的 还有一些可以用一些增加 集体免疫的非特异性的抗病毒 比方说干扰素 这些治疗是一个核心的 当然还有因为它引起疼痛 所以我们要针对疼痛的一些治疗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止痛的药物 但是前提是你不要过敏 如果对止痛药过敏的话就要乘用 因为过敏的可能引起药诊 抗病毒加上止痛 还有就是泡破了以后容易激发感染 所以说还有防止激发感染的 激发感染主要是指的细菌性的感染 当然有些休息不好的可以用一些镇静的药 这个是一个综合治疗 带状抛诊后遗神经痛 首先是要强化抗病毒 再一个来恢复神经的功能 就是说不要让病毒内际神经继续 当然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是用止痛药 还有症静药 如果是疼痛很厉害的情况下 可以到疼痛科做专门的一些治疗 带状抛诊一般的病程一到两周 如果及时治疗 可能在一周以内 就可以把那个高峰过掉 但是如果拖的时间很久的话 有时候两周三周还会痛 最后泡的话一般两周左右 如果没有激发感染 它会逐渐地吸收脱痂 但是疼痛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们说的后遗神经痛 一般是超过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的疼痛 我们叫后遗神经痛 所以到后面的话 根据病人的敏感状态 有些人对疼痛很敏感 就一直持续痛 有时候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减轻 但是每个人是过体化的 他的反应是 得了带床抛诊以后 首先在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抗疼痛治疗的情况下 要好好休息 睡眠 然后来要保持心情的愉悦 如果是你每天都焦虑的话 你会反过来形成一个负反馈 就越来越痛 每天都担心这种 所以你在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的情况下 保持心态的平和 这样对你的恢复比较好 当然营养方面 要保持正常的营养 不要去什么也不吃 实际上跟饮食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的疾病下面 更应该保持基本的营养 不需要去做什么 剂什么 当然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因为要服药 所以说不要喝酒